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金交叉了 根据美国媒体ABC的民调 川普支持率从40个百分比 已经下滑到了36百分比 而贺锦丽则上升到了43 相差了7个百分比的领先 这个显然贺锦丽这个换掉灯 换掉拜 拜登的这个灯 是真的有了这么大的起色吗 那么对于贺锦丽的热情程度 更胜川普 48%的人对于贺锦丽感到热情有劲 39%的人对于川普感到热情有劲 原来热情有劲是在观察的重要指标 林薇受命的贺锦丽 甚至是狂吸斗内的赞助金额 目前募款2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66.14元 而且大部分来自于什么 把66%是第一次捐款的小额捐助 吸纳了17万人加入职工 所以民主党整个17大政 募款活动象征着超过440万的印度裔 美国人被称为希望跟代表 因为他的父亲是黑人 母亲是印度裔 那这些照片可以看到说 所谓的身份认同 美国人也担心川普再当选 可能对于非白人族裔的影响吗 那川普现在的战法 当然就是拼命的痛骂 人身攻击 当然是痛骂贺锦丽是激进的左派疯子 而贺锦丽的回应的直说 对方一直胡说八道 风言风语 太奇怪了等等的 那甚至一些媒体 我们前两天说是在网路上 亮哥特别讲 网路上流传很多这些不堪的过去 可是其实现在美国媒体 纽约邮报也直接都在报道了 内容是什么呢 拜登退选前支持川普的纽约邮报 就称贺锦丽的前爱人布朗说 拜登应该立即辞职 让他成为总统 而NBC的主播凯莉直接说 质疑贺锦丽跟旧金山前市长威力布朗 过去的关系叫做公平竞赛 因为一些医疗委员会 还有另外一个零资格的职位 就是说他应该没有资格担任的职位 每个月开两次会 就可以赚取13万美元的收入 那因此凯莉公开的表示 说什么布朗承认 帮助贺锦丽当选检察官 并跟他有特殊的关系 是直接公开的表示 所以现在这个贺锦丽的过去 一直会被拿来当选战的话题 而抗中这件事情呢 两个人又有什么差别 最新的消息是 包括了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的 他强调 拜托这个时候 美国你们内部怎么选举怎么打 不用再抗中了吧 中国的挑战 或者取代美国这种事情呢 从来不会也无意去干涉 美国的大选跟内政 所以美国也请你停止 所谓的对于他们国内事务的无理干涉 停止打中国牌 但看起来目前是没有停了 因为最新的一个消息 从26号开始 但是这两天突然 整个被这个报道跟发酵出来的事 在美国的服药玻璃突然被突袭检查 这个是由中国的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门突袭检查 说他当中包括了有金融犯罪 还有劳工剥削 针对这一家中国服药本来是 中美合作非常好的一个象征的企业 结果这样的大动作的调查 跟约谈搜索等等的 进一步会怎么做 服药发声明澄清 这个事情只是外包公司 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公司的作为 但现在服药美国 主要配合美国政府 针对一间第三方劳务公司的调查工作 服药美国并不是调查的目标吗 这个声明是这样 但不知道 因为他是怒气在美国合作的象征 现在到底代表着美国 对于中国企业的更多的打压 还是有可能改变政策 大家都还在观察 但拜登政府跟贺锦丽 现在如果要展示自己抗中能力的话 也是选战的一环的话 过去川普曾经跟习近平 正在G20吃饭晚餐的时候 这是2018年发生的事情 同时发生什么事情 下一秒钟 孟晚舟在加拿大过境的时候 被拘捕了 这也是两个人 接下来对中政策 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亮哥来看看选行最新 在对于川普来讲 是不是选行落后七个百分比 这个民调的象征意义 那个ABC民调有问题 有问题 他是问好感度 他是问favorability 不是support 因为我们一般民调好感度 跟支持度是不一样的 支持度通常是对这个人的总体评价 会愿意投这个票 对 所以你如果问你对这个人评价如何 那大概跟支持度就会蛮接近 可是你如果是问好感度 那坦白讲就是川普的 令人厌恶度比较高 那贺锦丽厌恶度比较低 那现在贺锦丽这一波就是 那个非洲裔勇于表态 年轻人勇于表态 妇女勇于表态 所以他这一波确实是 事实上就是回魂 民主党整个那个回魂 所以现在那个 美国的大的投资公司 就是说那个川普交易 暂停投资这样 就本来他们预期 川普可能两院都要赢 那现在就说 可能不一定那么顺 想起案之后本来 大乡忘了川普交易 就是说大概全赢 可是贺锦丽还是有一关 还没有过 就是我们讲的 人家对你的评价 这评价就牵涉到你的能力 你的精力 那你刚刚讲到那些 私生活 私生活是精力之一 那我觉得美国人 可能更在意的是 你能做什么 就把美国交给你 大家会放心 是这一种的 那因为贺锦丽目前 因为你知道马上这候选人 大部分跑的都是基本场 所以现在到处都是民主党 安排的场 所以你可以 你看那个现场的人都非常多 不输川普 我觉得凸显的一个是 害怕川普当选的恐慌 也是很严重 这是事实 可是 两个人就是现在回魂之后 大概差距也会蛮小的 可是 我觉得接下来就要看 那个直接的变数 比如说 他还没有接受过 比较严肃的专访 是 那人家一定要问他一些比较 国政的大议题 国政大议题 比如经济 未来的大外交 就业等等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要承担拜登 所留下来的烂坑 俄乌战争 加沙战争 你要怎么处理 因为我刚刚就看到 美国德州 那个共和党鹰派的参议员 那个Tag Cruz 刚刚在咨询布林肯 把拜登的外交 根本讲成就是一个大挫败 你根本就一塌糊涂 你搞了 俄乌战争搞到现在 你不知道怎么收尾 而且 几乎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战争 加沙战争也是 大概1967年以来 最严重的中东战争 你当总统搞到这两个战争 比如说这种问题 贺锦丽有没有能力回答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考验 因为人家会去举他过去的例子 比如说你去处理 中美洲那三个国家的移民 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 坦白讲是处理得很糟糕 说实在 所以我是觉得 随着这一股激情 因为现在是 现在人家用那个词来形容贺锦丽 就是蜜月期 就是刚换掉拜登 大家松了一口气 终于不用再担心心智出问题了 民主党就回魂 然后他最近几天募了两亿美金 你就知道各方的力量来挺他 让他有自信这样 可是我觉得有自信之后 接下来就是你的耐力了 然后你对一些大事情的 基本的判断能力 坦白讲我要冒点冷汗这样 有没有料就知道了 因为你去看他群众的演讲 基本上都是在讲那种 比较空洞的口号 煽动的语言 就是民主党一定不能怎样 不能够让他把我们搞到过去 然后当然 他们彼此之间的扣帽子 是非常严重的 你刚刚讲到 川普就直接说他是激进左派 由此以来最左的总统候选人 那共和党也准备了很多资料 包括你以前是不是重放了 某些罪犯 你是不是重放了某些非法移民 那后来导致了一些治安事件 因为这个法国就是这样搞的 法国那个GOE就是 被人家用这种文宣来搞 所以他主张要对移民要严格管制 这个贺锦丽有很多资料 我们现在不要讲他个人失生活 讲他当检察官期间 所留下来的一些资料 还有比如说 你是不是真的允许 7个月以上的人堕胎 怀孕7个月以上的人 这也是很严重的事 所以共和党有一些话 我觉得是要用事情去证明 那川普主要的问题当然就是 一天到晚在说谎 可是我觉得支持他的人 好像已经习惯了 就好比他被判四个罪 都是重罪 那川普的支持者好像也无所谓 简单讲就是川普这个人 因为他当过一任总统 所以他已经被检验过了 他大概就是这样 而且坦白讲也被搜索过了他家 然后也被联邦法院都起诉过都判刑了 可是贺锦丽我认为他的过去的记录 很多美国人还不知道 这个就好像说你刚来选 过去比较没被注意 对你顶多只有加州知道 可是后来有得挖了 你以后就会看到 越来越多有关他过去的事迹 那到时候看民调可能更准解 是 我是节目上听到来宾比喻 最妙的那个比喻叫做 换拜就是跟换灯一样 那个灯亮不亮 一下子亮 一下子不亮 那今天亮不亮不知道 那现在至少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整个 至少民主党的士气稍微稳定了很多 民主党至少他 就是现在变数会变比较少 至少是比较可控的变数 所以他当然就站稳了 重新站稳脚步 可是你说这样子 就能够重新杀出一条血路 那甚至碾压川普 我觉得还有待考验 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那这一个ABC这个民调 其实就跟最近 我们台湾内不是有很多机构 去帮赖兴德做民调 然后赖兴德也是大胜 也好感度破表 那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那就是问法不同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看看就好 就是他毕竟还是要接受 更真实一点的考验 因为他未来要开始提出 他的政策这些东西的时候 恐怕大家对他的观感会开始有点不一样 因为目前其实大部分的美国人 根本不知道他的主张是什么 其实都不晓得 因为那过去都是拜登的主张 会等于拜登吗 对啊 那他会完全接受拜登的主张吗 还是他另有他自己一套主张 那就是看时间证明他到底要怎么做 那至于说他的少数主义的身份 当然对他对这些其他的这些有色的少数主义来讲 当然会有加分的作用 可是问题是 那相对来说 那你也会让很多白人可能就不会选择他 会选择去支持川普 因为川普一直都是白人的象征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是本来他们固定的这个票源 恐怕也没有真正多开发到什么东西 那倒是他一直去跟川普这样子彼此这些 你攻击来我攻击去的话 他如果 我是觉得 他如果要留于川普这一套 这种激进言论的话 他是玩不赢川普 因为川普的激进言论可是很会讲 贺锦丽恐怕要从其他的方向去进攻 那他现在很多私生活的事情 被抓出来讨论 其实 尤其是威力布朗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威力布朗很喜欢讲 他自己没事就在讲 说不了 他已经90岁了 还在讲 他到处在讲 那你说 那美国的媒体怎么可能不报 因为他一直讲 是沾沾自喜很得意还是怎样 所以这有什么办法呢 很乐 当年女友选总统 是啊 他比他小30岁 所以这个你要怎么讲呢 所以我觉得 这个必然未来还是会 始终困扰贺锦丽 这个跑不掉的 这个没有办法 那至于说 抗中牌呢 其实抗中不管是民主共和来讲 都已经是固定的策略了 这一点是绝对不会改变 所以谢峰虽然说 你不要再打下中国 不要再打中国牌 抱歉他一定会打 百分之百会打 他不可能改变 他还是会往这个方向去攻击 特别是选举开始 就是走向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恐怕为了要展现自己抗中的 这个是第一品牌 恐怕我觉得拜登政府还会继续出招 他会做出一些更激烈的手段 那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现实 因为为了选举很多东西 他们就是敢做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大概大陆这边 自己也要想清楚 美国对抗中国大陆的方向 是不会改变 这个不是你中国大陆 要不要去跟他争的问题 是美国不能够容许你爬起来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对抗是不可能羞耻的 我觉得中国大陆 应该心里头也做好准备 虽然拜登现在所谓的 博押期的政策 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如果说我们来看华尔街日报 最新的这个民调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黄色 这个蓝色的部分是拜登 黄色的部分是贺锦丽 红色的部分也就是川普 我们可以发现 自从换上贺锦丽之后 贺锦丽就是极其直追 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所谓的 他这一个民调是正负3.1个 误差水准在正负3.1个 百分比里面 其实他现在就已经在这个 这个区域里面 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 有关于川普跟拜锦丽 是无分宣制的 如果说我们看当初 还没有换拜登 拜登还没有被换之前 其实在这几个铁锈州 其实是一面倒的像川普 可是现在我们来看 其实已经不是这样了 现在已经 如果说我们看到明尼苏大州 密西根州 以及宾州 其实都几乎已经是打成平手 只有在明尼苏大州 有大幅度的超前 不过共和党这样的 为什么我们看到贺锦丽 他的民调可以持续上层 其实这个都是敌人犯的错 也就是共和党到底犯了什么错 第一个共和党不断的打贺锦丽 有关于多元平等以及包容的这个价值 共和党对于这三个价值是有疑问的 但是偏偏支持民主党的人 认为这三个其实是优美的词 这个是他们信仰的核心 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帮民主党 来团结这个部分 第二个 共和党不断的强调 拜登现在应该立刻辞去总统一职 但是大家都分得很清楚 也就是我们是要让贺锦丽 来干未来的四年 至于说未来的六个月 现在来看拜登 应该是可以勉强维持过关的 所以这样攻击 大家也觉得你对于 一个老先生来讲 会不会太过火一点 第三个 也就是其实跟范思有关 也就是跟川普所挑选的 副手范思有关 为什么 因为她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贺锦丽是个猫夫人 也就是只养猫 然后不生小孩 这个其实也就是 美国很重视的家庭价值的部分 他们范思有个提问说 如果这些人都不生小孩 你们愿意把国家交给这种人 来继续带领着大家前进吗 这是一个疑问 第四个也就是民主党喜欢 把贺锦丽的笑声 或者是很大的一部分形容成怪胎 企图这样来得到选战 偏偏贺锦丽就利用这一点 然后在社交媒体上面 不断的扩张 然后得到年轻人的认同 这个就是最厉害的部分 至于有关于未来 如果说贺锦丽当选 贺锦丽对中国大陆该如何 如何的对待贺锦丽没讲 但是他对于这个 以巴之间他讲得很清楚 他讲说现在应该是达成停火的时候 他不会对于加萨的苦难保持沉默 其实这个已经点出了第一点了 祝的安全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